腾讯体育半月十四日训败周中,中奖联赛第十九轮赛事将全面开战,遭遇连败的上海身心,此犯能否止住退市? 浙江绿城与浙江伊藤之间的得比战能够参出怎样的火花?辽族队在领头杨武汉卓尔是能否延续近期强势的取分势头? 呼和浩特与梅线铁汉生态之间的宝级战又将如何发展? 皆可谓是本轮焦点,呼和浩特vs梅线铁汉生态比赛时间,8月15日19时35分预测结果,呼和浩特取胜利时交锋, 从足鞋杯到中甲,两只球队此前为继交锋两次,呼和浩特取得全胜,本赛季首回合,呼和浩特3比1取胜 近期战绩,呼和浩特上轮绝杀延连负得,近三轮斩获6分,目前机16分身线绑极圈,梅线铁汉生态上轮输掉得比战 休赛期后,仅仅拿到一平四负,目前机20分裂倒数第四 比赛焦点,两只球队军深处暴击圈,且比此间积分差距并不大 从进气状态来看,呼和浩特状态显然更为火热 取分石头远远优于梅线铁汉生态 值得一提的是,梅线铁汉生态前锋阿洛伊西奥上了染红,故而本轮停赛 也就是说,阿洛伊西奥与莫里奇军无缘出战,梅线铁汉生态唯有依靠加比奥内塔 所以从某种程度来讲,呼和浩特此番战具天时地利人和 取胜希望极大,颜边复的VS大连超越比赛时间 8月15日19-13时分预测结果,颜边取胜历史交锋 两只球队此前,累计交锋一次 颜边复的本赛季首回合平骨姿密奇的入球1比0绝杀大连超越 近期战绩,超越上轮不敌永昂,遭遇2连百 目前机16分身陷宝集圈,颜边复的上轮输给呼和浩特 连胜石头被终结,目前机21分位居中游 比赛焦点,输给呼和浩特,连胜石头被终结 这对颜边复的来说是一个打击 所以颜边复的此番回到主场对战超越 取胜自然是唯一目标,较之于颜边复得 超越击分形势更严谨,由于连续不胜 球队宝集形势愈加岌岌可危 对于超越来说,能否改善本方门前与进区湖的防守质量 或将是他们此番能否全身而退的关键 要知道,超越此前两轮北对手利用门前强颠攻门 及进区湖远射,攻入了太多球 黑龙江火山明拳vs青岛黄海比赛时间 8月15日19时30分预测结果 平局历史交锋,两支球队此线累计交锋一次 青岛黄海本赛季首回合3比0完胜黑龙江火山明拳 进去战绩,黄海上轮输给一腾 连续五轮不败是头被终结 目前级28分裂地肉 黑龙江火山明拳上轮站平领头阳武汉卓尔 因来远连平 目前积23分裂地9 比赛焦点,黄海是连赛中破门能力最强的球队 场均可以攻入了2.1球 就近数风格来看,黄海推崇传且渗透 得分点也相对较多 同时王董的回归,增加了球队中场控制力 不同于青岛黄海 黑龙江是一支退崇防反战术的球队 不过战中投号得分手,巴巴卡上轮上退离场 自愈能否出战存疑 值得一切的是,黑龙江面临攻击形球队时 王老可以凭借密集防守,给对手制造大麻烦 所以黄海欲从黑龙江身上斩获胜利 绝非一事,持家庄永昌VS上海身心比赛时间 8月15日19时30分预测结果 永昌取胜利时交锋,从中抽到中甲 两支球队此前交锋5次 永昌取得三胜两平,保持不败 近期战绩,永昌上轮轻取超越多取两连胜 目前G31分裂第四 身心上轮不敌绿城,遭遇5连百 目前G21分裂中有 比赛焦点,两支球队近期状态截然不同 永昌逐渐步入正轨 马修斯与艾伦梅鲁诺维奇也状态爆棚 帅队连战连结 不同于永昌 身心近期状态十分糟糕 进攻防力现象明显 而卧夜力独目难吃 同时身心后防线 在防空与防反击时每每犯错 导致丢球 当然,身心未止住连败腿时 此番定然会力足于防守 在此情况下 就看哪一帮能够比赛中更早进入状态 辽宁省然红月VS5和卓尔比赛时间 8月15日19时30分预测结果 平时历史交锋 从中抽到中甲 两支球队此前伪记交锋三次 各自拿到了一胜一瓶一负 本赛季首回合那场较量 他们本赛季首回合惨败对手 此番定然渴望实现复仇 当然 辽族有资本与领头羊较量一番 进一个阶段 辽族后防表现稳定 同时以莫伦家为首的攻击群成功 扛起了球队进攻大旗 较至于主场作战的辽族 卓尔或许会逆足于防守 至于在进攻端 拉斐尔 埃弗拉吉佩德罗军 是可以独当一面的前锋 三人能否宽回让他 将直接影响比赛胜负走势 浙江绿城VS浙江一腾比赛时间 8月15日19时35分预测结果 绿城不败历史交锋 从中抽到中甲 两支球队此前交锋五次 一腾取得三胜二负 占据长风 本赛季首回合 浙江一腾主场2比1取胜 进去战绩 绿城上轮击败身心夺取两连胜 目前击32分身驱冲超区 一腾上轮战胜黄海 从而止住二连败腿势 目前击24分裂第八 比赛焦点 得比战 向来不会缺少话题与关注 故而此番正常浙江得比 两支球队一定都憋足了境遇 拿到胜利 来证明自己 从综合实力 进去让他 主客场形势等方面看 浙江绿城显然是占据优势的一方 丁罗与马丁兹兹之间的配合也愈加默契 不过一腾阵中的莫塔与奥古斯托同样是状态盗篷 而这是一腾力争胜利的最大筹码 北京北控VS圣镇驾战业比赛时间 8月15日19时30分预测结果 深足取胜利时交锋 两支球队此前累计交锋13次 北京北控拿到五胜两平六负 本赛季首回合 北京北控各场2比1取胜 进去战绩 深足上轮大胜新疆 支柱不胜颓逝 目前机30分列第五 北京北控上轮被辽足绝杀 目前机21分位居中游 比赛焦点 北控本赛季发挥险家 源自于进攻防力 过于一战多米尼克 从过往经验探 一旦多米尼克状态陷加 或被对手限制 北控往往凶多吉少 所以深足此反对战 北控一定会在防守端 注意抓重点 同时就深足封线组合来看 普雷西亚多 居奥哈德扎 不仅连场破门得分 并且在输送助攻方面 也有突出贡献 故而此番一役 深足全取三分希望极大 新疆天山时报VS 梅州客家比赛时间 8月15日 20时预测结果 平均历史交锋 两支球队此前累计交锋五次 梅州客家取得二胜两平一负 本赛季首回合 梅州客家3比0完胜对手 近期战绩 梅州客家上轮战获得比赛胜利 目前G312分紧追领投阳 新疆上轮不敌身足 从而遭遇近五轮手办 目前仍积11分电底 比赛交点 新疆此前18轮仅仅攻入9球 攻击力之差有目共睹 而这也是导致他们长时间排名电底的主因 新疆虽然引入了雷耶斯 但球队进攻伐力并未得到本质性 改变 而众所周知的是 梅州客家是一致力足于防守的球队 同时其阵中有约翰马里这样的得分手 所以梅州客家此以若稳扎文达 取分希望还是非常大的 分出费安的免责声明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子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